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首先代表今日点击的所有的同仁 跟大家说新年好 2020年新年好 同时也代表所有多年来 追随跟随今日点击节目的人和石涛节目的人 跟石涛自己的师父李洪志大师说过年好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最经典的部分之一 中国的文化你要让我说 就像石涛在涛歌坎风神里讲的 他传述的就是神传的文化 人的一切有着神的因素在其背后 而神的因素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人的魂魄 三魂七魄它代表着 在背后代表着人的真正的神性的一面 有幸遇到师父 师父能够开启你三魂七魄的背后的所有的神的因素 摒弃掉人的一切不好的东西 从而在生命的另外一面认知自己本来的本性和本源 那在这种过程中 在人的一生的过程中 生命的含义就是回归自己原神的本身 用自己生命背后的因素去看待现代的一切 人神同在就我个人来讲 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来 而这一份体现 修在自己 公在师父 这是在我个人来讲 在这么多年来 今日点击从2007年走到今天 过了第十二个年头 其实还在第十二年的过程中 我个人的一份感触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述的 今日点击是完全的新闻的内容 但它新闻的内容只是表象 一切都是表象 它真正的含义是在生命的背后上 在时间的流失的过程中 你选择善还是选择恶 选择善是有幸遇到大法的洪传 你能够跟随的过程中 认知自己的生命的本来 在这一份生命的本来中 对其他的朋友就有所影响 同样有所启迪 选择恶那就在现实的环境中 应对着人之初性本恶 无尽的冲着敞开的地狱的门 大不流星的前进 大不流星的前进 所以我以为2020年 就像在年前的节目中 跟大家讲过的 天灭中共生与灭 生与灭 人的魂魄 人的真实的一面的生 人的整体生命的灭 就在其中 在我眼睛里就是2020年 而在这个12月31号 也就是昨天 在中国大陆 在世界范围内 围绕着恶 善与恶 发生着相当绝对的 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香港 我们看到了香港人 再次出现106万人 109万人抗议 上街游行 在台湾 台湾通过了反渗透法 所有亲共的媒体 个人企业 在第一时间 立刻反映出的 叫不知所措 在伊拉克 伊朗的人 去攻击 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直接发生了武装的冲突 美国人派出了直升飞机 进行 他直接讲 这个川普说 我不是警告 我完全是威胁 在武汉 爆发了自 这个非典 SARS之后的 又一次 没人知道的 按照香港 按照香港大学的 这个医生的判断说 这应该是全新的 而且正在急速爆发的 一个类似于非典 可能超过非典的 由动物传染到人身上的 一种病毒 它就叫爆发式病毒 在中国 在世界各地 就为它一个最最典型的概念 就是如果用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上说 全世界共同把中共政权孤立起来 在香港1月1号 进行了年度 2020年的第一次的大游行 香港警察颁布了不反对通知书 但是 在开始游行三个小时之后 警察突然宣布 必须结束游行 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 大概出现了109万 是106万人 超过了6月9号 超过了6月9号 而与警察是发生了冲突 而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是警察故意而为之 像人群本身 那上百万人在街头 上人群本身 扔催泪弹 不顾及任何生命安全 也就是新年一时 警察将以故意袭击所有香港市民 无论男女老幼 无论她的身体状况 她要激怒香港人 以武力的方式对待她 这是BBC的 在两个小时之前报道的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天灭中共整个游行过程中的 我们看到的标志 2020光复香港 我们绝不会忘记 时代革命光复香港 革命的概念 是被中共回归的概念 就是中共是将香港人里头出政权 中共将死在时代革命的背景下 这种时代革命 应对着天灭中共 就像我们一再跟大家解释的 达基死的时候 是被鹿鸦的葫芦 在江子牙的背景之下 用鹿鸦的葫芦给他杀掉的 杀掉的达基是人的这边 女人的身体 而真正铲除的是他背后的魂魄 也就是那只狐狸的魂魄 这就叫灭 人的身体与他的魂魄 灵魂的一切将不再存在 连尘埃都不是 这叫天灭中国 这也就是讲说 所有跟随共产党的人 所有在共产党的环境中 获得自己利益的人 而自己不愿意能够离开的 如果你懂得 还能接受 濒死经验的话 你记住 当你向共产党宣誓的时候 是你那不死的魂魄 与共产党捆在一起 当习近平招鬼上身的时候 是他自己的魂魄 与鬼捆在一起 鬼是不能在人间的 不能在阳间的 当今天出现的时候 就是神佛大贤的时候 如果连这种基本的 人的这种认知都不具备 连这样的基本的反应 都不具备的话 往来一试 这是比较特出的 有人打出了香港独立的棋子 我个人不太看好这一份东西 那香港独立的棋子 谁打的 什么人打的 就像香港当初两年前 出现的这种独立的概念的 那些年轻人一样 警察既可以扮演警察 同样可以扮演变异警察 甚至可以直接可以扮演暴徒 所以在我眼睛里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绝不会忘记 这是一个时代革命的过程 香港是天灭中共 在人的环境中 在更高一层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故事 我们看到的故事 没有人能够忘记 人类社会当走过这一幕的时候 所有人意识到 在2019年 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和诱发出2020年 天灭中共的 这种最终的结局 并肩同行 勿忘承诺 大游行 那前面照的是警察 我觉得这张照片呢 它有趣 就有趣在这里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他们所承担的一切 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 以法律的名义 用手里的武器 去任意侮辱其他人 他的罪恶难逃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打着黄雨伞 这是2014年 雨伞运动的 传递与承接的过程 一眼还眼 这是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故事 一眼还眼 警察开枪 滥杀无辜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女孩的抗争 而女孩面对的 就是性的侮辱 跟浮尸和任意跳楼的出现 所谓跳楼的出现 权力者以法律之名 而无恶不作 所表达的最透彻的一点 就是对女人的侮辱 这是今天任何一个权力者 任何一个在生命的认知上 出现 人之初性本恶时 他自然表达的取向 他自己都是失控的 在人的角度是失控的 在生命的角度 就是被鬼附体的 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间 相对比较早 他的游行呢 跟警察的冲突呢 大概下午六点钟 七点钟就开始了 大概在一点多的时候 就看到再维员 就几乎人就满了 等到两点多 就是他不得已 不得已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相信后面会有更多的视频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现场视频 警察直接往游行队伍的人中 扔催泪弹 这会杀死人的 他没有任何被攻击的可能 没有任何被攻击的 被攻击的危险 他却主动的以这样的方式 用可以致命的武器 催泪弹打人脑子上 就可以杀死人了 去主动攻击 市民 而他拿到的薪水 拿到的奖金 却是这些游行者交纳的税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